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德 在之前的影片中 有提到过一款 因为游戏内的部分内容 涉及鲁华而被中国玩家沿上的游戏 也终于在5月27号迎来公测的审判 周末阵线 伊诺贝塔 开发商是中国的聚货网络 是一间成立于2018年的新公司 该游戏也是初次开发的项目 也希望不会是最后一款 中国代理商为义乐网络 关于鲁华事件之前有提到过 感兴趣的可以去点右上角的影片 为了洗白前次的鲁华事件 这次还特别早来 中国女足国家队的成员 马军来代言 希望可以借此摆脱魅日的形象 但游戏上的错误 或许能靠福利跟良性沟通慢慢拯救 这点战双也亲身示范过 不过只要贴上鲁华的标签 便是踏入某些群体不可侵犯的敏感领域 如果想要获得原谅 除了投胎转世以外 我还真的想不到第二条路 所以这游戏集大概率是只能量了 快点谈代理 出海捞尾票 回本卡西齋 那除了自己做死的这件事以外 游戏的本身品质如何呢 游戏为3D弹幕射击加2次元加机甲锋 本来以为的机甲风格 会是像林之战线或者剑娘这种 结果是比较像重装战机 但那款的质量明显比较好 玩家可以操作主机体 并且随时切换两个后备干源 机体主要分为火力破盾支援三种类型 敌方跟我方还有红绿蓝的属性克制 还有各自的攻击跟防御等不同的机制 但我以为我脱离了换塔 没想到却是陷入另一座塔 开发商强调给玩家战斗体验 却塞入了自动挂机功能 这极其矛盾的鬼才设计 到底是如何想出来的 而某些重复性的关卡可以快速扫荡 而有些又只能重复看着AI连续扫荡 都不知道该说是善意还是恶意 建模临会是我认为 导致游戏观感上割裂的部分 游戏虽然主打美少女机甲射击 但主要的战斗场景还是以机甲为主 妹子感觉就是帮衬 只有选单跟部分状况会看得到美少女 所以我到底是养成人跟妹子还是机甲呢 但好的部分还是要给予称赞 机甲在细节设计上确实挺用心的 游戏初期给的资源跟体力不多 要培养的部分却不少 扣除掉只能靠超能力的身心以外 常见的角色、技能、装备 还有各自的等级突破材料也是一个也不少 真的是被体力卡得死死的 还有个类似赛季PVP的比拼机制 会有各自对应的优势颜色 所以你基本需要练三组颜色来对应 另外其他游戏可能会设计些非消耗体力的关卡 来获取、支援或者打发时间 但在这游戏中并没有 差不多玩家等级到20左右 就会开始卡等、卡组线、卡支援了 而目前开服的主要活动是类似于课金机制 要你累积消耗结晶 还有另一个是配合洗白用的踢足球小游戏 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能玩的部分了 只能能体力回复或者课金加速 某方面来说是挺护肝的 但也真的不怎么好玩就是 结论 人生必经三大事 出生乳滑死亡 目前B站评价仍在被写袭中 或许某天游戏就会突然不见了 平心而论 游戏如果没乳滑会热门吗? 也应该不会 可能只是比现在都是负品好一点 作为原创 游戏性太多借鉴之处 以机甲为出发的设计是很不错 但用弹幕的呈现是过于保守 如果是以巨爆的动作玩法 或许更能展现机体的设计优势 以及赋予玩家操作感 不过得先停过这次的危机 才有时间考虑未来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